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你将踏上一条漫漫的人生路 请谨慎思考 写下你人生最珍惜的五样东西出发 这真贵的东西 这个有点能玩神了吧 我是不可以放弃的 最珍惜的五样东西 除了物质上的就是 身体 家人还有什么 快乐 好了 现在你可以带着这个伙子 走上你的人生之路 人生之路 人生之路在哪儿 哇 很神秘的样子 太妙了 你已经来到了这条漫漫人生路的第一个站点 请从你刚刚选择的 对你人生最重要最珍贵的五样东西中 选择一样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 做出选择的同时 你需要亲手拉掉这个开关 象征这样物品的灯就会熄灭 只要人生路上 你将无法再拥有它 回去了 妈呀 还有这种 选好了 因为 对 按照人生慢慢失去的一个顺序的话 它应该是我会最早失去的 它必然会失去我的宠物 全部要扔了吗 怎么这么多站点啊 我写的太重了 很后悔现在 哎呀 我的天哪 你看我写的什么 自我 你把自我抛得下去吗 情感 我好后悔写这些东西 太大了 事业吧 没办法了 再也没有事业了 天哪 这个什么呀 这还要扔啊 更难选了 接下来 这个 把情感扔下了 看前面有微光的地方 就是这一次人生道路的终点 在进入那里之前呢 我们需要做最后的选择 家人固然重要 但是 一切适应到做好准备 就是这样子的 我感觉有点 黑暗 你们好 最不愿意做这样的选择 和最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 哎呀 家人自由 家人自由 很难选 很难选 我应该要放弃的死 所以这是让一个感性的人 第一次一个很感性的人 不选择不选 我主要前几个都还挺好选择 后面都不太好选择 放掉哪一个好难过呀 天哪 我们聊聊这个 因为这是人生路嘛 我也想要走这个 因为今天前半集 大家都回到了1981年嘛 所以现在大家回到了2021年啊 人生成长路 还是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大家都分享你 第一个扔掉的是什么 第一个扔掉的是我的狗 相对来说就是 我扔掉它的理由是在于 因为有些时候的选择 不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因为狗的寿命 它就是在那个有个界限 你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 我扔掉的是事业 我觉得 怎么着也能到最后也能混过饭吃 因为从那个 最底层慢慢走上来的过程 我知道 只要付出辛苦付出努力 怎么会弄一口饭吃 还是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扔掉还能再回来 我还可以再回来 我还可以去完成自己嘛 能活着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是写了财法 我扔掉了我的财 我是悠闲 什么东西 游钱会有一点代表是 基本上是自我 就很放松嘛 对啊 自由嘛 就这种意思嘛 不要了 上一次觉得最悠闲的是 时刻是什么 刚才联欢舞会 她可开心她可陶醉了 我才后台看到的 她一直在那里读啊念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晚会主持人 杨阳 肯定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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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回想起像以前 在那个学校啊 花的时候 台下一次表演舞 真的啊 我们的表演 都到了军医的水平了是吗 没有 我们所有的人里面 只有你没有到 那你第二个的是 快乐 杨阳刚才用了一个气泡烟 快乐 嫂子俩 嫂子俩 纠结嘛 是有一点点纠结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 很多东西都是离不开快乐的 比如说一些健康啊 也是需要快乐的嘛 而且什么亲情 友情都是需要快乐 其实就是那个快乐 并没有说像之后我要 扔的那几个那么的重要 所以我就把快乐扔了 你好像扔的都是 属于一些自己的东西 扔的快一点 对吧 嗯 对 你以前最忙的时候是 三百六十五天不歇 是吗 我基本上也一年就一步洗 然后就让自己空下来 那就还好 那如果像比如说 像青春海洋记这种 就是一年就要录一次 刚刚上试 可是大哥 你把我老大了 两个综艺一部戏 多不多 多 也多了 吓得 你连要参加一部戏两档综艺 你建议这一趴怎么剪 我不知道 怎么剪 你这休息的这半年都干什么了 我来录这个就是录综艺嘛 这算休息吗 怪不得这么放松打嗝打嗝 所以你的意思你不拍戏就是休息 对对对对 等于戏下来就等于是一个休息的时候 那戏这件事我真的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聊天 你爱点 你爱点 然然你是连续的歌是不是 我对 那怎么办 不知道我就慢慢就缓过来了 要吓一下我妈说的 不是 要突然间问一个什么别的问题 诶 可有需要办法 诶 可有需要办法 好 你 这是老准了 你憋会儿气 憋着 止住了 好像止住了 成生 我第一个扔掉的是健康 健康 你这个 你没有这个后来怎么成啊 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 人要拼命地活着 对 然后我就潇洒走一回 你是一个不求活非常久的人是吗 几岁你觉得够了 多少岁 就是只要活出一个帅气的样子 那小时候老师没有教过你吗 就是健康是一 后面的东西都是零 你重新排下吧 你不应该把健康排在第一位 哥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选吗 因为他没有怎么生过病 可能晨晨还没有体会到 健康对他的重要性 我觉得他还小 像我对我妹妹说的 这个孩子呢 是不是 他没有生过病 他不知道生病的时候 好疼啊 对 就这句话 一下就感染到我了 对 就是因为我们生过病 我们生病的时候会很害怕 怕到什么程度 就是 这个肝病 好丑这个事 一个医院能给我误诊 你相信吗 当时又给我住院 我人生开始恐怖到什么程度 我才知道有病的人 他们被疾病吓倒那一刻 是什么样的心情 没经历过 谁也不知道那感受 人生都没有光啊 就我每天我上舞台 观众对我的那种呐喊呢 什么都不重要了 当你回到后台 你戒掉庄以后 你回到家这个开车的路上 你就会听到 凡是跟 关于跟肝字有关的这个字 说谁可肝还去世了 这边正拍的戏呢 戏里面 一下子碎了 谁要说到 哎呀 长春市什么什么 山藤市什么什么 肝病医院 专治什么时候 一听哎呦又有希望了 这样悲观的日子 我时不时自己 就偷门哭了 时不时自己偷门哭了 就是已经刺激不到我了 但是我人生是悲观的 我一个哥们看我 这状态受不了了 就给我抱着挂二号了 那医生他们看我 就是那种眼神 哎呀 就 你不知道很莫名其妙的一种 恐惧 他们也恐惧 他们恐惧 都害怕真是这个结果 当查完以后 我在那等结果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护士一会儿 给我端点水 我都不停的要感谢 其实我的汗都从那下来了 我就觉得我咋怎么弄 就那一刻你哥咬着牙根 我就从前人生 那么瞧不起自己 我就太瞧不起自己了 然后那个主任拿回来了 老半天就是 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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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在哪看呢 你怎么开玩笑 你是多少件事儿了 我说这快三年了 你根本就跟这个什么也不挨 你身体很好啊 当这个人完事以后 拿这个换的 比我历史以来 得过任何一个奖状 都开心了 哎呀 都开心了 就藏着 可以呗 这一个故事 讲给晨晨的 把健康扔掉以后的 千万别注意别不在乎 因为没到那天 你们到那天 宝哥讲的故事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自己 我觉得真的很希望就是 就是比如说像电视机前 这样的心态的 因为小时候听那个老人说 呀你要多注意身体啊 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嗯 老人才这么说 但是你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妈呀 真的健康太重好了 所以说你哥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 就讲来我有一天 我在闭眼前之前 你回忆起你这一生 没有遗憾 这就是你哥要追求的东西 对 健康是重要的